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身体却像被抽空了似的 陈红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 父母都是普通的上班族 13岁那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横祸 夺走了双亲的生命 从此陈红只能跟哥哥陈锋一起相依为命 高中毕业后 陈红就到了一家玩具厂上班 每天三班倒 多劳多得 虽然辛苦些 但挣得钱多 每个月加上补贴 工资都有一万块了 每次发工资的时候 陈红总会拿出一部分钱攒下来 打算留给他哥以后结婚用 毕竟陈锋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 陈锋结婚的时候 陈红将攒下的十几万块钱递到了哥哥手中 陈锋既惊喜又心疼 说什么都不肯要 陈红说 我就你这么一个哥哥 不给你用 给谁用 陈锋怜惜地看着妹妹 你以后结婚会用得上的 毕竟你是个女人 以后生了孩子 就很少有机会上班 自己手里有钱 在新家庭里 好歹有个底气 陈锋最终也没有把钱收下 哥哥结婚后 陈红也开始考虑起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他并不想找个多有钱的男人 只希望对方踏实 肯干 愿意跟他一起创造美好的未来 想到这儿 一个名字跳进了陈红的脑袋里 李强 李强是厂里的主管 一米七几的个子 身材中等 偏圆润 他这人话不多 但陈红感觉 每次视察工作的时候 李强总会在他旁边多站一会儿 他应该是对自己有意思的吧 但李强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这让陈红也有些不确定了 但毕竟她是一个女人 脸皮薄 又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是一厢情愿 也就一直没什么表示 一天临近下班 陈红照样拖着自己一箱子工作成果 去登机处登记 却被半路杀出来的同事 吴磊拦了下来 他说 陈红的箱子里 有一部分玩具是他装配的 也就是说陈红窃取了他的劳动成果 这一下可能办了 这玩具都是手工装配的 而陈红和吴磊工作的地方并没有监控 没办法证明箱子里的玩具 是否全是陈红做的 另外 光凭吴磊的片面之词 也无法证明他说的就是真相 这个厂子又没有什么先进的化验部门 难道还要专门请人 一个个的在玩具上检验指纹不成 就在登记处的同事作为为难时 李强过来了 了解完情况后 他摸了摸下巴 对同事说 把这些都记在陈红那里 吴磊瞪着两颗不可思议的眼珠子 可无奈对方大小算个领导 只要在这里工作一天 就还得恭恭敬敬的 于是只能气呼呼地走开了 陈红同样也很意外 他跟李强并没有太多交集 对方却毫不犹豫地站在自己这一边 为什么 陈红问道 他表面上好奇 实际上心里是窃喜的 他期待听到一些让人欢喜的话 李强愣了一下 似乎没想到陈红会这么直接 竟有一点结巴 呃 不 不为什么 就是相信你而已 听了这话呢 陈红心里像是流过一股暖流 他第一次感受到 来自除了亲人以外的偏爱 心里暖红红的 他大胆起来 你有时间吗 我想请你吃饭 陈红不想放过这次机会 好啊 李强意外中带着惊喜 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事情发展得很顺利 吃饭时他们敞开心扉 向对方表达了自己的爱慕 一个月后他们很快就结婚了 李强说想学做生意 陈红就拿出自己的积蓄交给李强 让他放心大胆地去做 李强激动地将陈红拥入怀中 感叹自己前世肯定是拯救了银河系 才换来这样一个好妻子 李强找熟人排下了一个店面 准备做肠粉卖 他请来一位老师傅教自己 学了两个多月 终于把这项技能学到手 半年后 李强的手艺已经练到了炉火纯青 跟他买肠粉的人也越来越多 原本他只是在晚上出来营业几个小时 现在他打算把工作辞掉 专心经营自己的小店 陈红担心李强一个人太辛苦 于是也打算辞职了 过来帮忙 但是李强并不同意 他提出 现在是时候该有个孩子了 毕竟自己老大不小了 而且又是父母唯一的孩子 另外 母亲也一直在催 说趁着自己身子骨还行 还能帮忙待一待 陈红同意了 于是辞了职 专心在家备孕 婆婆听闻呢 赶快从老家干过来 每天都好吃好喝的 伺候着陈红 连扫地也不让他干 父母早逝 缺乏家庭温暖的陈红 感动极了 暗暗告诉自己 一定要生下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 最好是男孩 才不会辜负婆婆的期望 李强踏实肯干 两人的小日子越过越好 之前一起在工厂上班的姐妹 都羡慕陈红眼光好 找了个好男人 陈红的哥哥也安心妹子 嫁了个好男人 既安稳又老师 对陈红还很好 然而三个月过去了 陈红的肚子却没有一点动静 婆婆有点着急了 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个偏方 想煎药让陈红服下 却被陈红制止了 妈 药 可不能乱吃 万一吃出什么问题 怎么办 婆婆撇了撇嘴 近声不语 拿着药方的手 只能泄气的往回揣 陈红有点不是滋味 要不 我上医院检查检查吧 婆婆顿时眉开眼笑 对啊对啊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医生肯定有办法 边说边把陈红往门口送 到了医院 医生说出的话 却像一盆冷水似的 把陈红从头浇了个透 你的原因是子宫壁 过薄 导致精子着床的几率大大降低 虽说几率低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要放宽心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了 医生一脸平静 声音瞻眼而冷酷 回到家 陈红感觉自己无地自容 这么长时间怀不上孕 原来是自己的问题 他将此事告诉了婆婆 只见婆婆的脸色 瞪时就变得生硬 陈红愧疚地垂下脑袋 等待着对方的死责 然而婆婆并没有说什么 但是第二天 她就搬回老家去了 陈红心情很是低落 老公 你说 要是我一辈子都怀不上 那该怎么办呢 别瞎说 李强称怪道 过了一会儿 她又开口道 其实就算没有自己的孩子 也没关系嘛 咱们可以领养一个 虽然不是亲生的 但只要我们用心养 用心教 不一定就比亲生的他 陈红忍不住 埋在李强怀里哭起来 他没有想到自己丈夫竟如此宽容大度 他决定实在是太幸运了 能嫁给这么一个好男人 那从明天开始 我就去店里帮忙吧 毕竟生孩子一时半会儿也急不了 我还可以帮你的忙 李强思考便客就同意了 那好吧 于是陈红心满意俗地 在李强唇上印下了一个吻 李强防不胜防 僵了一下 随即翻身压在陈红身上 第二天当陈红 只要跟李强一起出门时 却被李强叫住了 我想了想 觉得你还是留在家里吧 毕竟那边的工作也不轻松 另外 现在天气要转热了 店里又没有空调 要是你中暑了怎么办 万一平平孩子在这个时候来了呢 咱们可不能冒这个险呢 可是 不说了 就这么定了啊 有事给我打电话乖 李强心了清陈红的额头 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他 就走出家门了 面对空荡荡的房子 陈红心里也空落落的 昨晚上明明还睡得好好的 一觉起来 李强就改变主意了 这让陈红多少有点不能接受 不过 他还是安慰自己 毕竟是为了孩子嘛 主演这样的日子呢 就过了三年多了 眼见着肚子还是有一点起色都没有 陈红越来越觉得着急 一着急就忍不住暴躁 看什么东西都觉得不顺眼 他抱怨李强 把卫生间弄得到处湿水 嫌弃他上床睡觉不洗脚 他渐渐的连滚床单都提不起兴趣了 一开始吧 李强也能理解陈红 毕竟一个人在家 没什么事做 也没人聊天 心情难免不好 可随着日子越来越久 陈红的脾气愈涨 连李强都有点受不了了 忍不住跟他吵嘴 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无理取闹 陈红火气也来了 我无理取闹 当中你娶我的时候 怎么不说我无理取闹 现在娶到手了 就开始嫌弃 还不是因为我生不出孩子 我可没说过这样的话 是你自己太神经质了 老是一神一鬼的 你敢说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 陈红挑着眉毛 一副居高临下的表情 李强无奈的叹个口气 我们能别吵了吗 我真的很累 很想睡觉 最近店里挺忙的 哼 你在怪我 怪我不去给你帮忙是吧 当初我又想过去帮你的 是你自己不要的 陈红的眉毛挑着更甚 仿佛要往头顶冲去 李强见沟通不下去 只得拿了铺盖到客厅睡 留下了陈红一人独守空房 陈红心里的气没处撒 只得躺在床上干巴巴的 瞪着天花板 半夜 陈红被一声响声给惊醒了 他猛地睁开眼睛 寂静的黑暗中 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只是门缝底下隐约有一丝光亮 他悄悄地打开房门 只见阳台上 李强松着脖子 背对着他在打电话 一声娇嘀嘀的 强歌 随着夜风轻飘飘地 送进他的耳朵 陈红心里紧铃一响 想要走近 再听得究竟 不料踢到扫把 李强听到声响 瞬间转过身来 你在跟谁说话呢 陈红皱着眉头问道 就是店里的老顾客而已 说明天要带一群人来吃肠粉 让我早点做准备 你回去睡吧 不用管我 李强说完 又对着电话说 是我老婆 行 那明天见 见李强挂了电话 又钻进自己的铺盖里 陈红也只好返回卧室 带着一丝一律入睡了 第二天 李强什么也没说 就去店里了 随后的日子里 两人更是交流的少了 连夫妻生活都免了 但是 谁也没有开口 去打破这个僵局 几个月后的一天 李强将一纸离婚协议 放到了陈红眼前 陈红张着嘴巴 有点不敢相信 他颤抖着问 你外面有人了 没有的事 那是为什么 你觉得这样的生活 继续过下去 还有什么意义吗 李强平静直视着 陈红的眼睛 像是没有看见 他眼底的泪水 既然彼此都不快乐 还不如早早分开 再说 我现在这情况 也给不了 你想要的生活 什么意思 前段时间 我拿了钱去搞投资 现在钱赔光了 只剩下那个店面 李强把手 伸向了上衣的口袋 我把店卖了 凑够了十几万给你 算是还了你当初 给我的钱 要是你觉得不够 我再去凑 陈红看着李强 递过来的银行卡 脸上终于落下了泪来 看来对方是有备而来的 连善后工作都做好了 其实这段时间 陈红也想了很多 他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他不想只待在家里 备孕不工作 就像一直等待下蛋的母鸡 更何况 他这只母鸡 能不能下蛋 还两说呢 陈红收起了喉中的哽咽 收下了银行卡 看也没看李强 就这样吧 连人干脆的离了婚 原本陈红以为 有生之年 再也不会跟李强 有任何瓜葛了 可是 之后发生了一件事 却让他不得不警惕起来 那天 陈红去医院看病 出大门的时候 看见前面有两个熟悉的身影 居然是李强和他妈 而他们一左一右 搀扶的那个人竟然是一个孕妇 只见李强他妈 小心翼翼地扶着孕妇 让他小心脚下 脸上还眉飞色舞着 怕是他的新儿媳妇吧 陈红不禁苦笑 只觉得前婆婆脸上的笑容呢 刺眼得很 突然陈红像是在意识到了什么 顿时 一股含意 从脚底涌起 因为他看到那个孕妇的肚子 起码有七八个月了 而他跟李强离婚 不过才三个月 如果这孕妇真的是李强现任妻子 那就意味着 在好奇心的居始下 陈红一路尾随着他们 来到了阳光小区 这里可是室内数一数二的小区 兜里没个百万块啊 是没法在这住的 就算是租金也不便宜吧 陈红忽然想到了什么 拿起手机上了个小号微信 这个微信是他整天憋闷在家 胡思乱想那阵子申请的 特意偷偷嫁了李强 就是想偶尔揭示他 是不是在外面有什么问题 自从离婚后 陈红已经很久没上过了 点开李强的朋友圈 果然在里面 看到了李强发的一条 关于新房子内容 而且该内容的定位消息 正是阳光小区 这些陈红平时用的微信上 全都没有看到过 陈红回忆起以前的日子 他跟李强结婚后 就一直待在家中备孕 长粉店的情况他并不清楚 也很少过问 所以当李强告诉他 自己投资失败 把店卖了时 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陈红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三个人 相拥着进了小区的门 他颤巍巍的拿起手机 公园的长椅上 陈红拿着拍下的照片 向李强要一个解释 你误会了 那房子不是我出钱买的 是我爸 他中彩票了 李强脸不红心不跳的说 真的 陈红本来想让对方解释一下那个女人的来头 没想到李强一句话也不提 我骗你干嘛 我要是想骗你 当初为什么还要把十几万还给你 我留下自己用 不香吗 李强皱着眉头急急的辩解道 那个女人怎么回事 你都看到了还问我干什么 看来那孕妇真的是李强的新欢 而且他们早在陈红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就已经苟且上了 两个月后 李强在产房里抱着儿子喜笑颜开 几个小时后他就笑不出来了 他也被前妻陈红告上法庭 要求拿回婚内财产 那次陈红在公园里跟李强见面后 心里的委屈更加强烈 虽然他接受不了的就是李强的出轨 他心中抑郁难解 于是就将此事告诉了哥哥陈锋 陈锋得知自己的妹妹被人欺负 实在看不过去 再得知另一个女人的事 于是打算搜集证据 为妹妹讨一个公道 陈锋预感前妹夫新买的房子并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打算从彩票方面入手 找人调查 很快就查到了结果 李强父亲呢 只是中了一个几千元的小奖 另外 李强婚内出轨已成事实 毕竟孩子都生出来了 陈锋将搜集到的证据交给陈红 鼓励他将这个恶心的男人告上法庭 也算是跟过去做一个了断 最后陈红追回婚内财产 及赔偿66万元 走出法院 陈红看着湛蓝的天空 心中泛起了些许唏嘘 也许一开始 李强确实是爱他的 但是是哪料 孩子成了横在他们心中的一根刺 李强嘴上说的不介意 但心底里还是摆脱不了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遗憾 又或者是陈红日复一日的暴躁 才是李强凉了心 无论如何 他既然跟另外一个女人上了床 就不该将他蒙在鼓里 隐瞒财产 还让他觉得刺自己生不了孩子 而满心内疚 把他耍得给团团转 这样的男人 看清了也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 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你的 感谢您的音乐 感谢您的内心 感谢您的发生 并且非常感谢您的 感谢您的观念